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到迪杰 也算是阿姆罗驾驶过的为数不多的独眼机体了 对应夏亚驾驶过的唯一的双眼机体摆饰 可以看得出来绝对是相爱相杀的好伙伴 而迪杰在机车方面则是我感觉比较个性的一台机体了 通体翠绿的颜色在配合上背部像翅膀一样的散热扇 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个非常肥大的额子一样 而这台特殊的机体在万代的产品中可以说是并不多见 在早年间出过一款1比144的拼装模型 之后直到15年的8月才发售了RE版的迪杰 虽然我感觉迪杰并不算是一台冷门机体 不过可以看得出来产品方面则是少之又少了 而我们今天这款卡版的热不得魂是以限定的形式登场 定价方面11000日元绝对不算便宜 而淘宝的价格也在八九百块 单从价格来看确实是不具备什么亲和力的 不过这款迪杰在产品素质方面的表现却意外的让人感觉还不错 所以对迪杰亲有独钟或者是对阿姆罗的集体有偏爱的朋友 今天的视频可以好好看一下 首先在包装方面 我们今天这款热不得魂迪杰尺寸并不算大 和我们之前介绍过的R魂全招魅马克兔相比 盒子方面是短上一点并且厚上一点的 总体的感觉就是方方正正的 而在盒子正面照例是招牌的卡栈峰会 而在背面则是一些简单的产品的图文介绍了 可以说在包装方面并没有太多看点 虽然盒子很厚 不过内部依旧是单层的西苏封装 那么打开盒子之后 首先可以看到一张比较简陋的黑白印制的简要说明 除此之外就是我们这款产品的主体了 那么在西苏内部除了可以看到我们迪杰的本体之外 还可以看到提供了比较丰富的武器配件 这么多的武器相信在可玩度方面的表现一定不错 在开盒之后发现迪杰本身头顶的天线并没有被安插上 应该是掉下来了 除此之外 这盒模型还额外提供了一个备用天线 那么两只天线放在一起 无论是造型还是材质 基本上都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我们直接选择一只 安插的头顶就可以了 首先在外观方面 我们今天这款卡版的二魂迪杰 依旧是采取了全身的消光涂装 同时还匹配印刷了卡版的招牌图案标志 在涂装部分的表现 这款迪杰应该是我们做过二魂里面 涂装表现最好的一个了 气面的表现是非常细腻并且平整的 而且也没有发现 比如说溢色或者是涂装不到位的情况 同时在结构部分的表现也是比较清楚 并没有肉的感觉 那么作为一台小比例的产品 外观方面的表现还是比较精致的 可以看得出来工厂大麻在干活时候的心情还是挺不错的 除此之外 我们今天这台迪杰在关节部分的表现都比较紧实 并没有出现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全装备马克兔那种比较松动的情况 总的来说 在拿到手之后的第一印象还是非常不错的 在尺寸方面 毕竟R魂还是属于小比例的产品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今天这款R魂迪杰 只比之前的HG的元祖78高上了半个头左右 而和之前我们介绍过的马克兔相比 身高方面则是基本持平了 虽然机体的设定是比较个性的 同时身形方面也是比较肥瘦 不过拿在手里依旧是一款非常小巧的产品 虽然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的R魂做工是越来越好了 不过由于尺寸的限制 依旧是没法满足体积控的需求 那么好的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我们这款R魂迪杰在细节部分的表现 首先来看一下头部的造型 虽然头部的尺寸很小 不过可以看得出来在细节部分的表现也是比较到位的 有很多结构都被忠实清晰的表现出来了 那么在独眼部分 为了照顾到清晰的反光效果 这里是采取了一个透明件粘贴在眼眶内部 所以整个独眼部分虽然尺寸很小 但结构方面看的还是比较清楚的 同时在头部两侧的软管虽然不涉及到可动的干涉 不过依旧是采取了软眼材质分件 然后这个头部在面道部分 可以看到是采取了一个分件的结构 在之前看日战图片的时候 这个面罩也被成功的拆卸下来了 拆完之后面罩内部还存在一张脸 应该就是DJSER的脸了 不过我手里面这一台 这个面罩使用了很大的力气 依旧是拆卸不下来 而且在说明书上也没有被提及 相信这个部分是已经完全被沾合死了 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日后推出DJSER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性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头部的可动 首先头部支持左右的大幅度旋转 包括一些轻微的侧板 另外虽然头部结构不小 不过依旧能够做出一点轻微的抬头和低头的动作 总的来讲感觉还算可以 那么在肩部 DJSER并非是对神化的设计 首先右肩部分可以看到尺寸很大的肩胛结构 这个造型看起来非常像是圣斗式的肩胛 同时在右肩的下端还搭载了一个尺寸较大的护盾结构 虽然尺寸是小上来一点 不过造型方面和沙迪利的肩部夹仓是非常相似的 那么在肩部护盾结构表面可以看到采取了比较精致的涂装分色 给人的感觉还是挺棒的 那么护盾部分支持前后的大幅度旋转 同时还支持大角度的抬起动作 当展开完成之后 在内侧我们可以看到比较丰富的内部结构并非是装饰 在这颗模型里为我们提供了两个额外的光束步枪扩充弹夹 通过护盾内部的结构就可以把这两个弹夹安插收纳在其中了 同时在扩充弹夹安装完毕之后 可动部分也不存在任何的影响 所以也算得上是一个非常良心的小细节了 那么在整个手臂的可动部分 首先手臂可以进行独立的旋转 关节方面是非常紧实的 在肩部装甲支持大范围的可动 因此手臂也可以实现90度的平台 还算可以吧 因为我们这款低节需要握持大型的光束武器 因此在肩部还提供了专属的前身关节 活动幅度还是比较可观的 基本上是接近了90度 所以在后期进行双手武器握持的时候 这个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和右肩相比 左肩的肩部结构看起来就单薄上许多了 在这边可以看到两个比较突出的改装结构 其实这个肩膀的职能是类似武器架的功能 之后我们可以在肩膀上安装上很多武器 以后我们再来演示 那么这个肩部的武器架同时也支持一点轻微的可动 不过可以基本忽略不计了 这边的手臂平台表现也是超过了90度 但是要注意头部天线和肩部结构的干涉 在手臂的上端 照例是提供了独立的旋转机构 同时摄肘部分的可动区域大概也是达到了120度左右 也算可以了 在屈肘之后 关节部分的外观造型也没有什么突兀感 那么在手腕部分和我们之前玩过的几款R魂是不一样的 这个位置可以看到是单独提供了一段可动关节 所以在活动范围的表现是照比球形关节强上不少的 那么除了默认的握前手型之外 还额外提供了掌型以及多种握持手型 总计有5对10只造型手 可以说是完全够用了 在胸部造型方面 是采取了比较硕大的简练造型结构 在胸口下方可以看到一个红色分件的舱门结构 这个部分提供了可动可以先开 不过即便能先开 也别指望有什么驾驶师的结构 毕竟是R魂 这个部分提供的掀起结构 完全是为了照顾腰部的可动 不过在腰部的可动方面 表现并不算非常强 只能进行一点轻微的挺胸 以及弯腰的动作 另外上半身的侧摆 也借助胸部中段的可动结构实现 在这个位置 我们也能够实现腰部的旋转 不过旋转的时候 你会感觉这个位置的手感是超级紧的 并且在活动的时候 你会听见塑料指尖摩擦的声音 可以看得出来 这结构部分的设定 对于可动部分的限制还是比较多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裙甲 裙甲部分的造型 五湿味是比较浓的 虽然在前裙甲以及侧裙甲部分 都提供了可动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装甲部分的衔接缝隙都比较小 还是很紧密的 因此外观方面的表现 一体性是很强的 然后在前裙甲部分 是被分割成了两个区域 首先在腰部这个位置 可以进行独立的结构抬起 但是抬起的时候需要小心一点 上方的结构 不要出现挂蹭的情况 会出现蹭蹊 接着在下蹲的前裙甲也能进行独立的抬起可动 幅度方面是接近90度 那么在侧裙甲的表面可以看到提供了很多横向的纹路 因此这个五湿开甲的感觉就更加强烈了 在抬起幅度方面也是接近了90度 而在后裙甲部分可以看到尺寸不小 不过表面并没有提供太多的结构细节 同时在后裙甲的部分也并不支持可动 在上方可以看到一个圆形的凹槽 在这个凹槽上我们可以安装上一个挂载件 当安装完备之后 就可以把我们的光束剃刀的剑柄安装在后裙甲上了 接着我们继续来往下看 来看一看腿部的结构造型 整个腿部结构外形方面是比较粗犷的 同时可以看得出来是采取了方圆的结构来进行的造型刻画 在膝盖后方可以看到一直延伸到大腿根部的动力管 也是柔软材质 看起来像是牛蹄子一样的脚部造型设计 也无疑为这款机体增加了一点野味 那么在可动部分 首先大腿根部可以进行独立的旋转可动 不过手感方面依旧是非常声色很紧 那么在前踢部分是达到了标准的90度 侧踢的表现也算中规中矩 是接近了90度 由于后踢甲是完全不可动的 因此后踢也就是在30度左右 另外虽然腿部造型比较厚重 但是膝盖部分的活动区域也是达到了150左右 表现还是挺不错的 不过动力管的部分在屈膝的时候 偶尔会出现脱出的情况 另外还有一个我感觉非常不错的地方 就是膝盖部分进行屈膝的时候 你会发现外甲是具备一定的联动结构的 虽然效果并不算明显 不过在R魂上看到这种联动还是比较少见的 接着为了提高脚部的可动区域 在小腿下方的装甲前方是可以进行掀起操作的 所以整个脚部的抬起区域表现还是非常强的 同时脚掌部分被设置成了两段式的结构 前脚掌部分可以进行大幅度的向下弯折 但是由于小腿两侧的装甲尺寸比较大 因此在脚部的旋转也好 脚部的侧摆也好 这个幅度就显得稍微有那么一点小了 总的来说我们今天这款R魂迪杰 在可动部分的表现倒算是中规中矩 虽然谈不上逆天 但是勉强摆一个单膝跪地还是能够实现的 那么针对于这个可动表现 基本上可以满足大部分的造型需求 同时四肢部分的关节手感也是比较紧实 把玩起来让人感觉还是比较放心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其他的装备配件部分 首先来看一看我们迪杰的背包 这个背包的造型看起来还是非常个性的 在后背中间的散热扇看起来就像是两个翅膀一样 同时也像是迪杰后背背了两个旗子一样 那么在散热扇表面的涂装表现感觉也是比较平整 上面的一些刻线都比较清楚 同时也没有出现漆面堆积的情况 让人看上去稀里感觉还是挺舒服的 在散热扇的顶端上面可以看到两个很小的尖刺结构 在这个部分的结构是非常细小的 因此把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止断裂的情况出现 然后在背包的两侧可以看到两个蓝色的推进器 在喷口内部也是采取了多重的分色 看上去感觉还是挺棒的 那么在推进器的部分支持轻微的侧面摆动 以及一定幅度的抬起结构 同时在散热扇的部分也支持独立的角度调整 推进器再配合上散热扇的可动 这个部分可以抬的比较高 同时在背包的最下方 还可以看到一个尺寸比较小的推进器 内部是圆形的喷口 同时也是采取了多重的涂装分色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武器配件 首先就是标志性的光束剃刀了 可以看到出来刀柄的部分尺寸还是比较长的 表面是带有黄色的涂装 然后在刀柄的两侧 我们可以安装上这种黄色的透明特效件 透明件的通透程度感觉还算可以 不过在安装完毕之后 这个刀刃部分的尺寸和刀柄的尺寸相比 就显得有那么一点小了 在握持完毕之后的效果 也显得有那么一点不够霸气 算是一点小小的遗憾 然后这盒模型还为我们提供了 两支百式同款的光束步枪 枪体部分采取了消光黑来进行的涂装 握柄部分可以进行展开 同时在枪的上端的挂洒结构 如果你看着不爽的话也能进行拆除 在枪末端的弹夹也能够进行单独的拆除取下 不过由于连接的比较紧 拆的时候比较费劲 另外这盒模型里面也额外提供了弹夹 所以这个拆除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必要的 那么除了光束步枪之外 还额外为我们提供了双数的火箭炮 在握柄的部分同样可以进行结构的展开 火箭炮的造型看上去感觉还算可以 不过在尺寸方面给人的感觉就是又短小又薄 握持上之后也显得并不是非常霸气 其实无论是光束步枪还是火箭炮 它的作用就是装饰品而已 一会儿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而作为我们这台R魂D级的主武器 竟然是这个尺寸超大的超级Mega粒子炮 那么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粒子炮的高度是远远的超过了我们这台D级的本体 单单是这个尺寸就已经是比较惊人了 首先在炮的底端提供了一个可以进行展开的握柄 同时握柄的位置还是可以进行调整的 所以在握持方面的自由度还是比较强的 在炮身两端都提供了用于展开的辅助握柄 在炮身的左右两侧都各提供了三组凹槽 辅助握柄也能够选择位置来进行安插 另外在粒子炮的枪体部分可以进行结构的拉伸延长 那么如果想搭载这个粒子炮的话 首先在下端提供了一个可以展开的隐藏机械臂 在机械臂上提供了多段可以进行活动的关节 那么当挑战好机械臂的造型之后 就能把这个粒子炮搭载到我们迪迭的肩膀上了 当安插完毕之后我们不进行握持来看一看 安装完毕之后的稳定性 可以看得出来虽然粒子炮的尺寸很长 但是我们的迪迪战力方面也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依旧是很稳 因此在这款产品上我们是绝对看不到 握持完大武器就倒来倒去的情况 那么除了当前这种机械臂的安装方式之外 我们这个粒子炮还提供了另外一种搭载形式 在炮身尾端的上方 这个位置也是隐藏了机械臂的 同样也可以进行展开 并且在机械臂上方也可以看到提供了很多的关节 这个位置机械臂的安装是通过迪迪身后绕到肩膀上来安装的 所以玩家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造型需求来选择机械臂安装 两种机械臂安装方面都比较稳固 完全不用担心会出现掉落的问题 接着我们把之前的光束步枪包括火箭炮 安装到我们迪迪的本体上 首先光束步枪可以选择安装在背包的两侧 上面提供了专属的挂载结构 不过连接方面并不算特别紧 接着在火箭炮的部分 则是直接安装在我们之前说过的肩部武器架上 其实这个挂钩是通用的 因此无论是火箭炮还是光束步枪的位置 你可以进行选择和替换 凭自己喜好吧 那么到此为止 两枪两炮就全部挂载到DG身上了 这就是武器作为装饰品的效果了 除此之外 我们之前看到过的超级Mega粒子炮 也能够安装到身上 首先我们需要展开下方的机械臂 并且把角度来进行一下简单的调整 接着直接把粒子炮安装在肩部的凹槽上 再来就是把火箭炮安装在肩部两侧了 由于粒子炮占用了之前火箭炮的位置 因此这个时候火箭炮的安装方式和之前存在一点区别 当全部武器挂载完毕之后 我们的DG全装备样式就算是完成了 可以看得出来在左肩上挂载了多把武器 而且粒子炮的尺寸确实是很大 所以造型方面让人看起来感觉是又霸气又不怪 但特别牛的就是 即便是在单肩上挂载了这么多把武器 站立方面依旧是非常稳 完全没有出现单侧倾倒的情况 让人感觉非常满意 当然这也要归功于关节部分的紧实表现了 那么好了 当看到这儿 我们今天这款卡板的R魂DG就聊得差不多了 首先在外观的涂装部分 这次感觉真的是比较平整和细腻 比如说溢色不到位的情况完全是没有出现 同时机体部分的结构线条也是比较清楚 没有任何肉的感觉 另外在机体的结构部分 关节表现都非常紧实 完全没有松垮的情况出现 因此把玩的时候还是比较放心的 这款产品还提供了多把武器 用于搭载到全身 特别是尺寸较大的粒子炮 安装完毕之后表现也是比较稳固 摆起造型来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任何压力 也确实不得不承认 当前的R魂真的是越做越好了 不过东西好 价也好 我们今天这款限定的R魂递劫 定价大概也要在八九百块 确实不便宜 但对于递劫而言 选择性确实是有点太少了 那么如果钟情于收集阿姆罗的机体 并且经济条件允许的话 这台递劫还是比较推荐的 从他身上确实能够感受到品质的提升 那么好了 我们这一期评头论组就聊到这吧 同时也别忘了订阅评头论组的微信公众号 搜索评头论子就可以 号码是评高达的全频 最新的节目相关资讯将会及时的进行推送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